紅黑色的烤漆外型流線帥氣 上頭還有超跑LOGO 台灣自行車商亞士大2016年 獨家推出法拉利聯名車款 碳纖維的材質清朝內齊 一台又價28.8萬元 成功引發話題 但現在卻被法拉利公司的跨海提高侵權 我們是透過香港這邊 取得意大利法拉利來授權 沒有一個地方是 後來我們自己增加上去的 完全沒有 業者出面喊冤 拿出一大碟防衛標籤 證明當初付了大筆權利金 取得合法授權 但法官認定 只有車架設計經過原廠認定 LOGO放在車前 但坐墊把手車輪等 都是台灣廠製作 業者組裝整車販售 標榜法拉利聯名款 與原廠公司認定 只授權零件販售不相符 判法拉利侵權勝訴 授權經銷製造 是可以組成乘車 不然我們的車架要賣給鞋 沒有乘車 所有的車友 台灣的消費者買這個車架要做什麼 一審他在解釋的過程中 他可能不了解自行車業的狀態 所以他的解釋有一些誤導 我們目前正在上訴中 業者說當初和藍寶堅寧 也有聯名自行車款 同樣是車架取得合法授權 業市整車販售 卻完全沒有侵權問題 這一回卻被法拉利跨海提告 一審判賠100萬 業者說辛苦建立的商業受到損害 不服判決將再提上訴 記者李孟章 蔡敦瑩 台中報導